大家好,我是阿黑 歡迎來收看本期排位 這期排位是一把絕對的逆風局 是靠著後期守住電機翻盤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把有多逆風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逆風局到底要怎麼打會比較好 看一下選位喔,位子的部分蝎之在我樓上 這裡的話可以考慮抓蝎之 十三加不考慮啦,十三加路頭不好抓 那GS又離我比較遠,所以GS我暫時也不考慮 好,這裡我目標是選擇抓這個蝎之 蝎之直接往墓地跑,好,那不理他 打這他地圖的話你墓地的電機可以放 墓地的電機可以放,因為那個電機的話太遠了 所以你要控制住就是中間這一塊區域的電機 好,這裡失誤了,這裡被車卡到了一下 好,發現沒有機會了 這把是帶傳授啊,不然這把是帶來閃現 所以...不能一追那個UBB道具啊 好,這裡看到機械師的娃娃,所以機械師應該是在獨鬥那個位置 這裡可以先把這個娃娃打掉 打掉之後來去抓蝎之 那基本上想法都沒什麼問題啊 主要是操作滅煞遊和野獸的失誤 那刺殺地圖可不可以帶傳授也可以帶 也可以帶 不過現在墓地這個地方可能就閃現會比較好打 好,那這裡的話第一個知名的失誤 閃現,撞牆壁 這時候直播的我就在說完了完了這把要沒救了 你可以發現60秒我一刀都還沒有打爆 我只打到一刀娃娃 你就知道這把有多膩膏 然後這個勾 誒誒,這個勾,亂勾一通 那該講,前面講過把墓地這台電機爆掉要守外面的 所以我就立刻跑來外面 好,這裡都沒有耳鳴 那今天是肯定在獨鬥啊,這個不用想 要不然就是娃娃在獨鬥 然後慈善家修完第一台 那這裡的話只能先回來找這個幽兵 看一下能不能再逼一個護臂 好,這裡幽兵給機會啊,讓我打了一刀 可是這一刀絲毫沒有什麼作用 那這邊我想先避一下道具啊 至少你手上下先掛一個人嘛 你才有機會保皮打 要不然你一個人都沒有掛怎麼打 好,這裡幽兵給一下機會 先這邊有給鳥 好,爆點 那個爆點是街市的娃娃 然後 然後 然後這裡看一下 這裡幽兵絕對不要守 絕對不要守 這台是慈善家吧,對 是慈善家 那監獅本體會來救 因為娃娃在獨鬥那裡修 所以機械師可能會來救幽兵 然後我過來 這裡接是來救 然後再套鳥 好,這裡公司打到鳥了 然後 右幽這裡直接交護币走 你可以發現 求生現在開始不給機會啊 只能給一點機會可能要輸 好,那這把 右幽的護币已經都沒了 欸,前面交一個 沒有,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這應該是還有一個護币 好,這裡是勾一下 想要打一下這個慈善家 慈善家飛輪躲掉 全部在拉距離 然後那裡花有先知代保 然後慈善家修的那一台 是最後一台機啊 結果是最後一台機 幽兵一開始修那一台機 喔,可以接著是修掉 所以這台是最後一台 一掛啊 只有一掛的幽兵 這一把啊,很難打 所以現在把慈善家的血量 扣置一下 那為什麼剛剛不放 欸,剛剛不追那個幽兵 是因為蝉絲會保他 還會犀鳥 所以就不追了 回來守這一台 然後這個蝉疾的話 就隨便亂放 至少先扣住這台機 好,這裡甩著勾 這裡絕對不會有失誤 要把這個慈善家擊倒 然後看一下這個慈善家 這個慈善家 欸,一個五 騙一下飛輪 來囉 好,這個慈善家放了一個 嚴重的失誤啊 他以為我要勾這個慈善家 沒有 我要勾你啊 好,實在在這裡在拆這個線甲 然後明天也發現 這時候糗色也很聰明啊 知道要卡電機了 因為這裡是一個三連 那幽兵已經在修那一台 先知剛剛經過的那台機了 好,這裡劫師也是飛輪 這把是個三飛輪啊 也是很難打 然後這裡想打這個慈善家 所以他沒打到 所以節奏一瞬間又沒有了 這實在是 有點難受 這裡封技 這裡先往這邊走 幽兵是一掛啊 所以我幽兵至少要二掛 所以他開門戰才有保皮的機會啊 那這裡的話是想勾這個幽兵 結果他摸完一個魔術吧 那這陷阱只好 盡可能封一下 然後這裡的話 要先把這個慈善家給擊倒 直接閃現擊倒 距離他們壓機還有一小段時間啊 所以這裡趕緊先擊倒 先掛一個人 先免一下 控制一下節奏 然後剛才幽兵拉遠啊 拉到連耳鳴都沒有 所以這裡直接掛慈善家掛這裡 那這裡的話 七線斯的娃娃在這裡 天斯本體可以先擊倒啊 先擊倒 至少先讓他躺在地上 然後這裡蝎之吃到陷阱 然後那個娃娃的話 先不用理他喔 先理他的話就比較麻煩 這裡打一下蝎之 然後這裡的話我想拼一下 我想說前面應該沒道具了吧 讓我二掛一下吧 結果 欸還是叫做魔術霸 還有兩個魔術霸我的天 這裡打個射射 好這裡的話 勉強是拖了一下時間 然後二掛幽兵 然後這裡要打開門站 這裡就沒有手機啊 這個機已經扣不住了 山海禁錄基本上都有70左右 已經扣不住了 所以這裡就要守 然後這裡求生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啊 實在家單獨來救被我擊倒 然後直接開機 其實他應該等閒之一起來救 好這裡的話幽兵直接被擊倒 幽兵直接上掛飛 那寶皮面有啊 那由於開機的距離啊 開機的時候啊 距離門口比較遠 所以這裡不急 這裡勾過去門應該是還沒有開 趕緊勾過去啊 傳送還沒有好 還有60秒 所以這個門一定要守住 至少寶皮面有啊 寶皮面一定有 好今天是前面有飛軟啊 所以要騙一下 把這一個距離也夠不到 封一下 封一下 打一咯 然後這裡慈善家在開門 看一下堵這個門 開不開得了 欸 結果我發現好像開不了 那開不了就 先發洩幾封門 然後這裡等工資CD好 直接一發帶走 這把能移的轉正點就是在於說 我沒有在那個墓地追蝦子啊 我選擇這把那個蝦子那台墓地的機給發掉 出來一手 千萬不要死追一個角落的機 然後外面三個修得很開心啊 好這裡的話就閉一下位置 等閃現好把吉恩師帶走 那這把基本上他就是已經贏了 這裡求生唯一犯的失誤點 就只有那一個磁戰機啊 單獨來救 他們太擠了來救 即使壓好機的話 這裡的話 蝦子交飛輪沒打到 我後來怕這個蝦子有鳥可以救下來 我直接拉開距離 我不想給他吸這個鳥 你就知道這時候我打多穩 這個也是一個翻牌點啊 就是抉擇的時候你要收哪一台機 你要在哪個點追求生的時候 就可以判斷出這把到底能不能贏 謝謝各位啦 這把打的也是 全身都熱起來啦 而且我沒有打那麼高分段的